坦迈的六道根本不懂,杨坤摸爬滚打的背后,比金雷震撼人心。 歌手杨坤,1972年12月18日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,在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长大,父母都是包头钢铁公司的普通职员。 等到了要读书的年纪,杨坤回到了父母身边,杨坤的父亲身上充满着内蒙人的粗犷与中国式父亲的严厉。 杨坤信奉棍棒底下出销子的理论,小杨坤小时候没少挨揍,后来有记者问他原因,杨坤的回答是至今也没闹明白。 因为,从内蒙的一个技工到如今的知名歌手,杨坤吃了太多太多的苦,唯一普遍的是他的朴实与坚定,正是因为他吃过这些苦,所以对于音乐有着极大的热爱与追求。 如此再看回他DES惊雷这件事,可能就能更加理解他杨坤无法接受音乐审美的下话。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乐坛的好歌曲越来越多,继杨坤之后,著名小新潘长江也站在杨坤这边,DES惊雷直呼那啥玩意儿。